米奇卧克斯TV Show GhostJoyne 2.0 VR版米格拆封 起初拿到这个包裹还是 波折不断 如果大家知道看到我的blog 大家会了解这个 缘由 事情的起因和结束 拆完之后里面直接出现一个这样的进度条 这样的条 叫做 一行GhostJoyne 2.0旗舰版iOS 双感 各种一些介绍 然后这是官方微博 官方微信 大家看一下 Yes My God 摆到我面前的是 一行Ghost Ghost Joyne 2.0 黑色版 戴VR眼镜 手机操控 可以看到 硕大的盒子 感觉充满了质感 GhostJoyne VR 这是VR 2.0 我曾经在 我的一些 之前一些视频当中有谈过 真的是有谈过说 未来 什么是趋势 趋势非常简单 就是 第一个是VR 第二个是360视频 这两个是 联系在一起的 OK 还有 无人机 这是三件 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 所以今天我先接触到的是无人机 来自于 E 一行 C'mon man 这盒子做的也是一行的结实啊 里边就是 No before you fly OK 这是可能是一些官方 组织的一些活动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但是也要提醒你 一定要安全飞行 安全飞行 OK Let's keep going 撤过来 这样倒过来放 大家看 应该无所 哇 打开之后 然后里边有个干燥器 它告诉你 不可食用 不可食用 所以记得千万不要吃 然后里边有一款黑色的 这个 GhostJoyne 然后两边各放了一个黑盒子 带红袋 这个是什么 不知道 OK 这是 叫做 Propeller Guards 应该是 就是 这个飞机螺旋桨啊 这个 桨叶的 这个保护 保护的东西 先放这边 然后这边是 OK 一个 Propeller 桨叶 两个 它封锁有两个 然后 然后 这边还有包 哇 这个就传 состав 眼镜 封锁 等待了许多年 终于来了 열 oh my god COM ON intake stake a look take a look very nice 我先放一边 我们把这个 都先拿出来 一行的无人机 嗯 里面底下装了一个特别大的 这个 东西 我先把这个拿出来吧 OK 千万不要摔了 摔了就惨了 然后这边 排送了一个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 OK 这个是charger power adapter 这是充电线 充电器 然后这边 上面附送了一个 这是什么 打开看一下 哇各种线 还有螺丝刀 哇这个东西好玩啊 应该可以要DIY一下 然后里面一些 这是什么 OK 这是一些 硅胶套 专门就是可能是固定螺丝的 或者保护这个螺丝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个工具 工具包先放一遍 然后这边还有一份 可能是说明书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要配说明书 有的时候 在很多时候呢 电子产品的说明书是没有用的 但对于无人机来说 它是 这个用处是相当巨大的 所以这个说明书非常重要的 首先它的一封感谢信 Thank you Dear valued customer 这是一行2015年写的啊 然后谢谢呢 你购买了这个选择了 Ghost join 然后作为你的 非常唯一的 unique flying company 然后它会讲解一些它的一些历史 告诉你不会失望的 希望不要失望 然后还有些配件的一个清单 比如chopter啊 这些 等一下我们再细看 先把它放一边 因为我要把这大盒拿走 这大盒实在太大 看看还有什么东西 OK 貌似没有了 Let's move it away OK 然后我把我们的无人机放到这里 然后说明书放到这里 然后这是一行 无人机二配备的所有的配件 OK接下来把这个配件呢 先放到一边 然后我们试着把它组装起来 首先我们看这个眼镜 这个眼镜大概是包含了两根天线 应该是 我们大概看一下两根天线 OK 眼镜先放一边 真的我也 还没用过 我们先把这个无人机给组装起来 OK 纯黑色 可以看到它底下这个 摄像头呢也是被保护住了 所以我要慢慢把它取出来 哇 要慢一点 要慢一点 万一有什么问题 Alright 这是 无人机 可能这个 可能这个底下这个 镜头需要矫正一下 可能要充电之后才能用 那我们先放在这里 打开我们这个浆液 打开之后呢 哇 哇 里边有四根 四套 黑色的 大概我们应该知道是怎么用 Oh my god 怎么用 然后还有一套 刚才呢 仔细看了一下这个说明书 发现啊 这不是一个非常简单 就可以使用的东西 我后来仔细的研究了一下说明书 我觉得真的有必要 再录一期视频给大家 告诉大家如何正确的安装 但是因为呢 如果录制另外一期视频 需要不同的机位 不同的角度 所以这期呢 拆封视频呢 到这里先告一段落 大家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关注后续的无人机的一些体验视频 因为呢 最重要的是 我首先要把这个charger打开 然后充充电 所有的东西 一切建立在于 你有一块正确的电池上 这个就是一行的充电 的一个装置 大概这个样子 这边连接电源 一般来说 我们玩无人机呢 一定要有额外的电池 所以说 这个电池呢 这样应该是这样搭配起来 这样就可以充电了 记得把电源线 比如说这里的电源线 先拿出来 我今天的第一个任务 先把这个 4500毫安的电池 先充上电 然后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拜拜